真相的频率一秒钟1600兆次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从前我们看电影 电影的底片幻灯片 在放映机里面 它的速度一秒钟24张 就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是这样的速度 记住二十四分之一秒 如果在放映机里面 我们把其他的 只留一张 只留一张这个幻灯片 其他的通通把它去掉 让它在放映机里面 投摄在荧幕上 我们看那个感觉是什么 我们真大眼睛的荧幕上看了 会看到一个道闪光 一闪就没有了 只有看到这个感觉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就是亮了一下就没有了 这是一秒钟 二十四分之一秒 我们看到的 就是有一个感觉 不晓得有什么东西 现在四十真相 告诉我们 这个念头的生命 是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次的生命 它的速度是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不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真大着眼睛 它就在面前 看见没有 没有感觉 什么都看不起 这是四十真相 八地菩萨 这个现象的时候 就在面前 它看得清清楚楚 它的心都定 这样微细的高频率 它都能捕捉得到 就像我们现在照相机的 这个镜头 千分之一秒 这个镜头 千分之一秒 我们用千分之一秒的速度 照喷射机 喷射机在空中飞行 一个小时 一千多公里 我们用千分之一秒照它 它没动 你照下来看 飞机没动 清清楚楚 其实它是一小时 一千多公里在移动 所以不能相信眼睛 眼睛靠不住 耳朵也靠不住 最后告诉你 你这个念头靠不住 念头也不是真的 那是 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根都是虚妄境界 都不是真的 有点兴趣的 感谢 让你留着 有点兴趣事